遠遠就看見女子在超商門前揮刀 等一下停好不好 你不要打我 袁瑾衝上前一把搶下正信女嫌犯 手上這把水果刀 女嫌犯仍然奮力抵抗 喊袁瑾緊抓雙手 他一直在我 我打他 來 各位來 拍拍手 情緒激動被警方帶回 而他威嚇的對象 居然就是自己朋友 13號下午正信女嫌出現 他對著坐在椅子上的 盧南夫妻黨破口大罵 揮刀之後 警方立刻趕到現場 分開兩個人 而且安撫被害人 就朝著朝來 他就突然冒出一個刀子來 然後他就要準備要 他其實我覺得他也沒有真要刺 他只是演戲這樣子 就是好像要往上刺 然後警察就從後面冒出來 然後把手這樣往後拉 事件發生在台北市內葫蘆的超商門口 雙方糾紛全為了錢 原來正信女嫌犯 日前和盧姓男子夫妻黨一起吃飯 結帳金額是1200元 但嫌犯前夫付錢後 盧姓男子又說 我請客吧 掏出2000元給了對方 但這800元價差卻遲遲沒還 雙方在超商遇見 女嫌犯不還錢居然還揮刀 正信犯前有喝了一點酒 當下情緒有點失控 所以才會從包包內 拿出水果刀來向黃慶夫人來揮舞 這次嫌犯訊後 被依妨害自由罪送辦 好在原警即時趕到沒有人員受傷 但雙方的情誼也為了800元 徹底撕破裂 記者 劉俊峰網絡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